为了要庆祝九三军人节荣耀九三游我国军进军活动 花莲县国军服务站今天下午是举行了记者会 县长徐真卫在明镇处长的陪同下出席 由徐县长代表制赦麦当劳的餐卷 给近万名的驻守花莲县三军部队的官兵 那么感谢国军保家卫国的辛劳 为了庆祝九三军人节荣耀九三游我国军进军活动 现在有种感谢共同响应进军的花莲中小企业 在政府与民间的合作之下 给予国军最好的关怀以及照顾 也期许国军保家卫国的工作能够更加投入 花莲县县军的服务站在三四一号下午 在花莲县政府大礼堂举行记者会 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因为有安定的社会以及国家 每一个人才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 如果一个国家不安定 生活心都不宁了 家都不宁了 怎么样能够去做很多的事情呢 所以为什么 我要谢谢杨正道董事长 今年是正会担任现场第五 今年也是跟杨正道董事长 还有我们很多的社会的业者一起来合作 每一年九三军人节我们都整合起来 让我们的军人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而卓军庄让大家知道 其实虽然成平时间 我们军人其实还是坚守岗位 即便是现在关系比较紧张 但我们更要坚守 更要支持我们国军弟兄 明镇所长明天曾彪老师 尝试感谢杨正道董事长长期对国军建议的支持 除了每年水团到各营区慰问 为国军弟兄们交打气 九三军人节的前夕 更是慰绕国军官兵的辛苦 加码制造麦当劳餐券 给驻守华林县三军部队官兵能感佩 并感谢工商税率商家 提供国军所折扣的优惠 让国军保家卫国之余 也感受到民间支持的力量 记得继续欢迎收到